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开会我就想起一个人 二十多年前认识一个朋友 当时就很有钱 当时咱说有个几千万应该是绝对不在话下 那是二十来年前 那在当时因为他有了钱 所以当地的市政府就要求他要进入市人大 做人大委员 那这朋友他不太愿意出头 算了 求求你 我请你吃饭 喝酒 干什么都成 你就别让我当那个 因为他有一个概念 枪打出头鸟 那后来这时间就过去了 我大概几年前吧 两三年前 我在网上再看 因为我在北美了 我们已经分开了 那无意中看到 他现在是当地的省人大的委员 后来我就觉得 我真的想给他发个email或者打个电话 我说哥们你还是扛不住了 还是被党给你优化进去了 被党给你发展成委员了 所以呢 换个角度上说 咱老百姓 咱平头老百姓 您能是委员吗 您能是人大 那人大能代表咱们吗 我不是说我这朋友不好 哥们不好 而是因为他有钱了 所以党需要他了 所以他就成为委员了 那因为你我没有钱 所以我们永远是被代表的 我们也不可能再去代表谁 网上有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法国媒体转载的 或者说翻译的一篇德国文章 文章题目叫 中国人大是亿万富翁俱乐部 中共扩充军备 但是隐瞒意图 而中共近年来不断用高新技术来武装自己 其中一些武器本身已经不再是防御性的了 但北京除了表示自己的和平意愿之外 并不想再多加任何说明 而奥地利电视台指出 中共的人大是真正的亿万富翁俱乐部 其中70位最富有的人大代表 所拥有的资产超过了750亿美元 而美国70位最富有的亿元才拥有48亿美元 哥们小菜吧 美利坚合众国算个什么 因为跟咱党的领袖们比较起来 他比不了10倍还拐弯 前70位富翁 按照中国人的基数 13亿将近14亿人 是美国人口的N倍 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现在在天安门广场 在人大会堂开会的人 他绝不会代表咱老百姓的利益 他只能从咱身上去获取他的利益 有关财富的问题 他就是个数 所以他没有接下评论 那作为老外来讲 评论更多的是有关军费开支的 文章里提到 从利比亚撤出侨民之时 中共发现了本国海军和陆金的弱点 比如战舰和飞机既不适用于撤离 也不适用于保护侨民 所以中共有必要进一步军事现代化 所以现代化需要大笔的金钱 这也就是今年中共军费增加12.7%的原因 我自己还是说那说法 他是不是这种做法呢 我们说是 这个理由对不对 也对 也有这个理由 但是那个钱用在哪儿了呢 中共的高级军官 在人大代表当中 他个人拥有多少财富 他是不是超过上亿元的财富 里头没列出来 所以我们不妨画另外一个笔数 如果把人大委员会的委员们中央的一级的 你把他们的财产汇一个数 你把美国人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的这个钱 也汇个数 您比比 我跟您说 绝对是伟大的党国崛起的另外一个铿锵有力的符号 温家宝呢 在人大又说话了 所以我突然其实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 温家宝不如辞职 辞了 算了 还是那一句 我最早说那句话 又可怜 又可气 又无奈 又可悲 又让人扎牙花了 又想踹他三脚 又觉得他又是个不错的人 就是温家宝 他干这个事 您说是不是他凭他良心 我相信从他个人的人性角度来讲 我承认他有人性的一面 但是他这人性的一面被党利用之后 就把咱们给忽悠了 网上文章这么说的 温家宝承认收入悬殊及贪腐严重 已经造成很大的民怨 文章里提到呢 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 要深化改革开放 而且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积极稳妥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改革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怎么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这种大力推进的最终的结果 让更有钱的人更更有钱 咱更没钱的人就更没钱 咱更没钱的人永远给那更更有钱的人 创造机会让他更更更有钱 而政治体制改革呢 叫积极而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积极是嘴上嘴唇下嘴唇 稳妥是实际行动 就是这蛋能不磕开就不磕开 这蛋能给他保着就保着 文章里呢还讲说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诚 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 目前尚未根本解决 这其中包括高物价高房价 而且关系到食品安全 贪污腐败猖獗 以及民众被违法征地拆迁 等重大民生问题 一样都没解决 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是在你去年三月初的两会 和前年三月初的两会的基础上发生的 是在党一个五年计划 两个五年计划 十个五年计划 在这样五年五年的计划当中 我们老百姓被你党干掉 具体的官员干掉 所以今天你又跟老百姓说 我们会改的 我们有毛病 因为人哪有不犯错误呢 所以你要允许我党犯错误 当我犯错误 我改不了的时候 你让我儿子上台 他会比我做的好 如果儿子干不成的时候 你就让孙子上台 所以他孙子可能更有机会 因为孙子是年轻一代的孙子 文家宝说了那么多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干了一件实事 让法国人只是瞪眼 维稳开支超过了军费 中国犹如警察国家 文章讲说 面对民怨很大 中共当局一方面增加社会福利 来减少市民不满 另一方面大范围的扩大公安安全支出 使有关预算增加到6244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预算增加了21.5% 实际数额和增幅都大过国防经费 时事评论员认为 这已经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预示中国今年仍会以打压为主力 而不是疏导 更相信可能是为了防止社会危机和恶化 我相信这个数字呢 是跟今天在北非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中共所有的问题是国内的问题 中共把咱老百姓当成最大的敌人 军费开支是为了保护国家 那维稳开支是为了镇压国内 那文章解释说 所谓国内公安开支主要是指应对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 而需强加政法机关 武警部队的信息化工程 具体而言是指用于街道和互联网的监控 收集建立上访违访人士等特殊人士的数据库等开支 自2008年西藏出现状况和奥运会之起就大幅增加了 而著名的网上时事评论员林河丽指出 这显示出中国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 对民怨是靠打压而不是疏导 另外由于政府以大幅度增加保障房 医保和其他社会福利开支给市民甜头 所以希望能够情况不恶化 保障房 咱普通老百姓你申请一个保障房 你得经过多少手续 您知道得盖多少张啊 您知道什么时候从申请之后 什么时候您能拿到 可是在网上我们看到另外的消息 有权利分配保障房的那些人 他手里有十套二十套都是保齐的事 所以给某些人富起来提供了机会 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证件网上有篇文章说 一个牧师讲 这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国王 所罗门没有交代的经典的预言 讲这话的人呢 实际是个美国牧师 那他叫米勒 他在一家教会里呢 做牧师呢 已经做了四十年 上个周六的晚上呢 看了神韵演出 他看过之后 他是这么说的 我见证了这场伟大而又惊人的演出 一场精彩最好的演出 因为神韵是所有种族的人群 都能接受的艺术 他说对于神韵的演出 我真不知道如何赞誉 才能表达我的感受 神韵演员似乎是从圣国圣典中 用柔美的身体 孕育着从天到地 神圣的一切的内涵 来唤醒人们的灵性 在这污测的冷漠的疯狂的滚滚红尘之中 我真希望世上所有的人都能来看神韵 神韵用最顶级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了雅俗共赏的神圣的内涵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赞美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不停的来鼓掌 情不自禁的来鼓掌 那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敬意 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 除了鼓掌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他说我之所以那样 是因为我看到了人的一生的真实的意义 当我听到歌唱家歌声中所传达的那样的启迪的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感触 那是对创世主的呼唤与赞美 那里充满了宁静和清醒 我要告诉我教堂里的所有的人都要来看神韵 那是为了你们自己 我会怎么说呢 我会这样告诉他们 这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国王 所罗门所没有交代的经典的预言 你至少在离开世上之前 需要看一次神韵 那是为了你自己 我会告诉你发生在我身上的触动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一种宁静 那是一种喜悦 那是心灵的复苏 我还将告诉你 那里面融合了一切 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演出的 我看到了他们飞向了天堂 虽然我看不到尽头 但是我称他为天堂 这属于所有生命的天堂 如果沐浴在这创世主的美好之中 我们就不会再吹嘘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